今天上午国道1号发生了酒车连环状 造成了酒人受伤 这又是大货车驾驶没有留意前方的红灯毁堵 撞上了前方的8辆轿车 这可是上班时间连环状的事故 交通是大打劫 一度毁堵了15公里 线上有车辆翻覆 还有车顶宛如被削去一样 车壳都不见了 小货车驾驶头部撕裂伤 第一时间是惊魂的逃出车外 冰箱过来 连环状消掉银色轿车车顶 车身窜出白烟 驾驶带伤走下车 看来相当彷徨 一开始原地打转 接着握着自己受伤的手 快步走向路线 看见翻覆的大货车 还有遭压回的多部轿车 沿路都是车壳碎片掉落马地 甚至有车子四轮朝天 看来相当吓人 这起酒车连环状造成酒人受伤 教室的大货车挡风玻璃碎裂 整台车侧翻路面 车头卡住左右两部轿车 车顶消失的轿车被撞的是面目全非 伤者是47岁灵性男子 头部10公分撕裂伤 车子前后被撞凹的黑色轿车 雨小姐受到轻伤 位置在货车前方 郑先生则是脚步错伤 四十二岁的无形司机回到现场 面对提问没有回应 迟掉后凌晨 他开着大货车 载着布料 从彰化轩赶枪出发 要到新北市乌骨 七点多 新京国道一号 北上四十二点三公里处 一次没有注意 前方在林口A的车辆回堵 追踪多部 停等红灯的轿车 酿酒声 当时还有多名伤患 趟着或坐在路间 陆续背送衣 我们是接到通知 然后出车祸 然后就赶快上 因为发生车祸 也没有人的兴趣 就想一下 那一个停车是怎么样 我们要上班 不少商者家属 陆续赶抵医院 索性九名商者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上班时间 国道突如其来 一场大车祸 不仅撞成一团 占据三个车道 一度回堵15公里 则是驾驶九侧值为零 但连环状造成九人受伤 车祸原因有待警方离清 等问世文 国安连连连连连连 国典现外民 SNG小组 在新闻时报道 公司生活中心